大家好,我是DJ阿周 今天所介绍的这个影片是在今年1月10日 我到日本名古屋山区去玩雪的一个情形 那整个情形呢,就是在飘雪的情形下 我们因为都不会滑雪 所以说到当地是玩雪盆的一个情形 到了停车场下来之后 看到大家的心情都非常的愉悦 因为这种雪地的风光在台湾是不容易看到的 那拍摄影片的情形呢 我当然是穿着重装备来到这个日本这个雪地 来玩这个雪盆以及打雪战 那我们走到这里呢 先在停车场逛了一下 同时也上一下厕所 把深烫多余的尿衣给拍摄排泄出来 那看到我们同团的这个是最佳女主角 也就是我这次是陪同他一起到日本玩的 最佳女主角 大家的心情会常的愉悦 看到雪地啊 真的那种心境是完全不一样的 好的,我们就拿着雪盆呢 就准备往雪地里去 看到有些人在滑雪 但是那个对我们来讲啊 可能就是比较不适合 而且我本身也有点年纪了 提着雪盆呢 我们就往工作人员指示的方向走 走到指示的地方呢 工作人员会跟我们讲解这个雪盆的 基本的一个玩法 那这雪盆听完讲解之后 就往稍微的雪坡上去走上去 这雪地是松松的 那因为呢 玩雪盆呢 即便你是翻了 也不会有危险性 为什么呢 因为蓬松的雪啊 那它能狂冲这个力道 拿到之后呢 就马上就有人爬上去 开始就要准备玩这个冲下来 其实呢 这个因为坡度不适的 非常的陡 所以说在滑的过程 有些人会一面玩 一面卡 一面滑行 那这个玩雪盆 这种东西呢 它最主要都是靠着重力 个人重力 如果平衡感好就像这一位一样 就很顺畅的滑下来 那它刹车系统呢 在哪里就是靠你的 双脚的脚后跟 脚后跟就是抵住那个雪啊 那就慢慢的会有一个刹车的效应 大家拿的雪盆 非常的高兴 就从上面滑下来 那因为我当时在拍摄影片呢 我是到最后 快要结束的时候 还稍微的玩了一下 还不错 那因为我体型呢 也比较重 所以说滑起来 也是比较顺畅的 那基本上 翻车 以及 卡住 都是很正常的 基本上呢 因为我们是 外地的游客 来到这里 他们也不希望 我们花生意外 所以说选择的地方 会比较的 安全 我们同团的这一位 非常的开心 四脚朝天 就这样 直接滑下来 那如果说你人生曾经经历过这个 你就很体会 我记得我到大陆 东北的时候 曾经也玩过这种雪盆 但是因为它那边的积雪 并不是很多 并不像我们现在 到达日本这边积雪那么多 而且说实在的 整个来到日本的感觉 就是因为都是 温度就是蛮低的 那我是建议各位 如果来这边玩了 基本上 不会滑雪 一定要尝试一下雪盆 这种东西 对你人生来讲 曾经有回忆过 是一个美好的一个回忆 我相信很多人都喜欢到日本 可是对我来讲 我对日本的感觉始终 都不是很美好的 包括这次旅行 说实在的 到最后结尾 我自己 感觉来到日本 这边旅游 就是一般而已 或许我去过的地方很多 不过我对这里 最反感的一件事就是他们饮食的文化 就这个影片最主要希望记录所有大家在这边一个情形 理由不外乎就是玩玩走走看看 把美好的记忆给留下来 当然这次记录中一定要把最佳女主角的一个在雪立完的一个情形给拍摄下来 他目前做的这个雪棚啊 这我看起来时数应该可以达到120 可是始终呢都没有看到 他以这个时数滑下来 倒数我们的一号男主角 他从上面 就滑到底部来了 那我们这个 最佳女主角目前还在努力当中 看他还继续的努力当中 非常的吃力 非常的努力 哇终于 启动他的雪棚往底下滑 不过还是要靠着他的右手的支撑 让他滑下来 终于抵达终点 我们给他掌声鼓励 不是只有最佳女主角在玩这个雪棚的时候会卡卡 我们同团的游客啊 一样是卡在中间 可以看因为这个 我们玩的地方啊 坡度并不是很陡 但是有些人掌控技巧之后 也是会很顺的 就从上头滑下来 那这个整个情形就是 整团啊 在雪地 在玩雪棚的一个情形 从下头滑下来 中文字幕 李宗盛 玩了几次之后我们最佳女主角终于掌控到这个雪盆的一个玩法 它掌控到技巧性了所以说它从上面就很顺利的 这次就非常的顺利从上头滑到底下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们玩的差不多之后当然在雪地里呢就要玩起打雪战的一个游戏 就开始互相的会从地上直接捡取松松的雪花 做弄成雪球互相的这样丢来都去 那不管大人小孩大家都玩的蛮开心 这玩的初期呢大家的互相攻击性不是那么强 当开始有人丢了之后啊 互相会越拿越大快的雪球 然后就开始互相的丢来丢去 这玩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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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影片中出现凄惨的一个情形 一个滑雪者 因为可能操控 不小心撞到了建筑物 刚刚提到的撞到建筑物的滑雪者 看起来撞得应该是不轻的 他的伙伴就陆续的走过来 协助他脱困 那我们滑雪的玩得差不多了 要离开滑雪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离开滑雪场之后 我们一号男主角 即将表现他在雪地的一个秀 留下他年轻的一个记忆 曾经在雪地里面秀出他的舞技 好的 以上是阿周在日本雪场的一个记录情形 希望你会喜欢 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 请你帮我开启小铃铛以及订阅 同时帮我按个赞 有你的支持 有你的订阅 才有我拍片的动力 感谢您 OK 我是阿周 在下雪的时候拍片 很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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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o 好 福 好 这样 好 并 突然